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启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昨天晚上 马来西亚奥运的官方服装 终于出炉了 就是这个设计 然后呢 这个马华的总秘书 就出来炮红 说这个设计非常的失败 他就说呢 没有显现出这个 马来西亚的多元特色 ok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感到好奇的一点就是 为什么这个出来骂人的动作 是由这个马华总秘书 张胜文出来讲的 而不是由马华总会长 会长出来讲的 ok so 张胜文 辛苦你了 ok so 再加上呢 张胜文讲这句话 ok 我就马上想到一个东西 就是 这一届的奥运的官方服装 张胜文是说 哎呀这个马来味太重了 没有其他的多元色彩 我就想 以前的马来西亚历届的奥林匹克的 这个官方服装是怎样的 我去找了咯 结果我也找了蛮多 ok 就是每四年一届的 我找了从这个2000年到这个2020年 总共四五届 二十多年的这个奥运 我发现到呢 其实呢 每一届的这个 马来西亚的奥运官方服装 都是马来衣 而且呢 其实设计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颜色不一样罢了 我要重复这个重点啊 都是一模一样的设计 只是颜色不一样罢了 都是穿马来衣 然后那个腰间挂着一个那个 松脚啊 ok 然后有时候带松脚 有时候带那个马来人的头巾 ok so 每一届都一样 颜色不一样罢 ok 这一届呢 也是 颜色不一样 然后这一届颜色是换成一种 比较暗的金色 很多人也很想诟病这个颜色 但其实这个颜色呢 是奥运金牌的颜色来的 ok 他的设计者也说他是用奥运金牌的颜色 因为马来西亚的奥运队很渴望要 拿到第一面金牌嘛 所以呢 就穿着这个奥运金牌的这个颜色出来 所以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这个颜色的确是奥运金牌的颜色 ok 好 so 如果我们不要挑剔颜色的话 现在张胜文他挑剔的是 为什么是马来衣 为什么没有多颜色彩 ok 然后 好笑就在这里了 就是 在过去这么多届 我刚才举出来的是 从2000年到2020年 ok 每一届 都是那时候还是国政做政府的时候 甚至其中一届是张胜文还在做的副教育部长的时候 好 然后每一届都是一模一样的马来衣啊 颜色不一样罢了哦 设计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模一样哦 大家可以看回去啊 ok 我没有讲片话呢 为什么过去的每一届在张胜文眼里都是成功 然后 啊 这一届偏偏是失败呢 啊 我也许我不应该pin point 张胜文这个人啊 他是代表马华出来讲话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讲马华比较公道一点啊 但是如果是魏家乡出来讲话的话 嗯 因为魏家乡的 他可以代表自己 他也可以代表马华 但是如果是张胜文的话 ok啦我当你是一个打工的啦 ok 好 so这个没有必要讲太多 so 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太好笑咯 我觉得马华的这个历史包袱啊 真的是非常的重 重到呢 现在马华根本是呢 寸步难移啊 啊 他根本是动弹不得 啊 像之前 啊 这个 呃 的 这个预科班的课题 啊 预科班的课题也是马华时代种下来的问题嘛 啊 本来马华是在那边积乱里挑骨头 结果 啊 这个行动党 成功的做到 让那sircle8的可以进到这个预科班 然后 马华没有声音了 ok 然后 后来又到这个最近的这个华小一眼的课题 更加死 啊 这个华小不可以一眼的这个禁令啊 是马华还在做这政府的时候啊 啊 所通过了 啊 然后现在又给这个火箭摆平了咯 啊 so 你会发现到呢 马华无论出来讲什么话 出来鸡蛋里挑骨头 啊 但是呢 很好笑的是呢 这个鸡蛋里面的骨头都是他当年放下去的 啊 其实呢 你会发现到呢 马华无论做什么鸡蛋里挑骨头的事情 到最后都是反弹回自己的 啊 无论任何事情 从我开始讲的这个预科班 然后到这个华小一眼 啊 然后到我们现在讲的课题就是这个 啊 奥运官方服装啊 这个课题 啊 现在 张胜文代表马华出来说 哎 这一届的奥运太过分了 太失败了哈 没有多元色彩 只是马来衣罢了 啊 这样过去二十年来的根本是一模一样的设计 只是颜色不一样罢了 啊 这样又算什么呢 啊 那些到底是算成功还是算失败的 所以我是蛮好奇想问张胜文这个问题啦 啊 ok so 一样的 因为他这个历史包袱太重了 你现在 鸡蛋里挑骨头 挑的所有骨头 每一件骨头 都是你当年亲手放下去的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马华的历史包袱太过重了 啊 你现在放眼下去 没有多少个问题跟你没有关系的 啊 ok so 我觉得呢 从这一个课题还有之前的几个课题看下来 我觉得 我不知道马华翻身的空间在哪里啊 因为呢 真的 你大家仔细想回去我刚才讲那句话 现在马华鸡蛋里挑骨头 但是每一个骨头都是他当年亲手放下去的 啊 所以现在挑骨头也挑到 啊 呃 不可以很理直气壮的那种 到最后会发现到李亏的那个是自己 还有最后一点我要补充的就是呢 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奥运官方服装的 一定是统一的 啊 ok 虽然很多人都在那边诟病说 哎 为什么不可以啊 显示出这个多元色彩啊 比如说 开头那个穿马来衣 第二个穿华人旗袍 第三个穿印度沙利 哈 大家五元六色这样跑出去几漂亮都有 是不是 哎 你们可以去看啊 ok 每一个国家的队伍啦 都有一个共同点啊 就是整队人穿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啊 当然有分男跟女啦 但是除了男女之外呢 其他的 呃 pattern都是一样的 都是同意的 啊 ok so 啊 还真的是技术上没有办法做到 是 啊 你第一个穿马来衣 第二个穿旗袍 第三个穿沙利 还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啦 啊 ok 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这个我们必须要统一服装的话 这样 我们要统一什么服装 全部能穿旗袍吗 全部能穿沙利吗 啊 啊 恶险意吗 总之就是不能穿马来衣就是了 是这样吗 哈哈 ok so 这个问题基本上无解了 啊 呃 我相信 大家 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去 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 ok 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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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